好,各位美安的伙伴大家晚安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奥运竞赛的第12周课程 好,时间过得非常快 再过一个月,我们这个竞赛就要结束了 好,那不管过去的这三个月呢 你的进行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努力 持续的努力,我觉得 不管遇到任何的状况 都是一种学习 这是我最近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 所以呢,不管你现在遇到的情况是好 还是不好,还是有一些挫折 其实都是一个学习的经验 那学到就是你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 好像你得到资源很少 或者是你被帮助到的事情很少 其实没有,我们自己都可以去想一想 我们还可以怎么去解决一些问题 好,那在今天的课程呢 要带大家来复习一个很基础的事情 叫做预约销售会谈 好,我相信线上的伙伴啊 大概每一个人都比我还要会约销售会谈 因为可能你们约会谈的几率跟机会都很多 那再加上我们现在要做竞赛嘛 那像你约这些会谈其实都有算点数 好,但是呢 怎么样正确的去预约会谈 甚至于好好的跟我们产品专员合作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首先呢 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哦 传品专员呢是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们的partner 他不是我们的属下 也不是我们花钱请他来做事的 千万不要有这样的心态 我觉得大家用一个合作的心态来进行的话 你会觉得更顺畅 那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合作伙伴的一个很基本的尊重 所以呢请大家一定在分享网络中心这个部分 尤其是销售会谈跟专员合作这一块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帮我传递到这样的一个资讯 我觉得我们是一个合作伙伴 不要就是觉得好像我是请你来做事 我是叫你来做事的 你就把事情给我做好 不是这样的心态 好,那在开始预约销售会谈之前呢 我们在我们的411的网站上面呢 有一个页面呢 里面有非常多的资讯哦 那很多伙伴可能 尤其是如果你是新加入网络中心的伙伴 可能都会有一些疑惑 啊,到底我要怎么开始使用 啊,我到底要怎么样开始的这个 呃,做这样的一个练习 好,那等一下课程结束后呢 我也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过去啊 我也都有录制一些后台的简单操作的一些 呃,影片 好,那等一下会跟大家讲这些影片在哪边 那如果说你团队内有伙伴 他来不及参加这一次的竞赛 或是他太新了 新到非常的没有自信 那也请你可以利用这个影片来教导他 怎么样做起步 好,所以这部分呢 请大家可以多多运用我们411上面的一些资讯 好,当我们要预约销售会谈的时候呢 当然我们一定要从我们的网络中心的后台进去 好,然后当然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去点选 我们所谓的会谈精灵 好,那选择我们的销售会谈 那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重要提醒 因为我想你们都应该很会约 但是我今天就来讲一些细节 然后特别注意的事情 那希望大家可以记得 好,你在约会谈的时候呢 很多人在留这个联络人的资料呢 就会习惯留自己的资料 好,为什么 我相信伙伴都会觉得说 怕什么老板的电话有问题啦 或是哪里有问题 好,这都没有关系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 你在留这个电话的时候呢 请尽量留室内电话 好,我相信现在有很多的商家啊公司 还是有在用室内电话的 为什么 手机不是不行 但是手机有时候收讯可能会有问题 对不对 大家也都知道 然后有一些地方它就是有死角 像办公室也是一样 我在的位置其实就是一个 有一点死角的地方 我的讯号通常都只会有两个 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哦 第一个你留的电话 首先考虑的一定是室内电话 然后再来才是手机 好,那谁的手机 谁的室内电话呢 当然是你的 对不起 当然是客人的 对不起,我讲错 第一个应该是要留客人的手机电话 跟他的这个室内电话 那第二个才是留你的 UBI的 就是一个预备用的 那因为会谈的过程呢 其实尤其我们现在都是用网路电话 好,就是也跟大家讲 网路中心也是用网路电话 好,那所以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讯号啊频宽 其实多少都会受到一点点影响 尤其像现在这种疫情的期间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请大家特别注意 你可以多留几支电话做一个预备的提醒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个你可以建立点简讯 这个功能其实只有在美国有 在其他国家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服务的 这部分要特别的跟大家说一个说明 好,再来 在后面的步骤里面当然我们就要去填入这个会谈的决策者啊 跟一些相关的资料 那请各位一定要尽量的填写真实的资料 我知道有些伙伴呢 其实因为很急着要约会谈 然后也搞不清楚对方是谁要来 或者是就随便问了几个名字就放进去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 好,问清楚是谁要来 好,像上个礼拜我会教大家的 你有没有很清楚知道对方公司的组织图 你的作战图是谁 你要对的对象是谁 你有把正确的人填进去 还是随便填一个名字 这其实都是不好的 所以你要填正确的资料 那公司的行业跟名称呢 这个也把它填清楚啦 不要就是随便塞一个名字进来 当你要做这个销售会谈的时候 我希望你已经是非常非常清楚知道 你要跟谁会谈 你要怎么样去进行 不是随便塞一个名字进来 把这件事情做完而已 好,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的设定 好,我想这个区块应该是有非常多的伙伴 会感到很疑惑的地方 我到底要怎么设定 我设定完了如果不是这样会不会有问题 好,首先先跟各位说 你设定完了可不可以改 只要在你的那个网站还没有成交之前 你都可以改 没有问题,你不用担心 好,那但是你网站成交最后就不能改了 好,所以在成交之前你都可以去改 那这边设定的这个价格呢 其实主要是给我们的专员知道说 你大概希望的这个销售价格是多少 大家还记不记得前两个礼拜 我有跟大家上一堂课就是 我们的网站 套装网站的那个课程 我是不是有跟大家分享过 好几个不同的套装的价格 好,所以在这边呢 我希望大家可以试着 去设立一个你想要的销售价格 好,那如果说你真的很心很心很心心到就是 你完全对于设定价格没有概念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跟专员来做讨论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讲一下怎么跟专员讨论这件事情 那也可以请Crystal来跟我们分享 好,如果真的要报价这一块 我们怎么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是要把这个资料填好 你可以选择你的报价内是有含设计还是不含设计的 因为其实在报价的时候呢 每一个案子的报价状况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呢你可以决定你是要含设计不含设计 那如果说不含设计的话 你这边会是显示的是不提供奖励 好,那如果含设计的话 它就是包含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扣掉我们网站的设计成本 它可以先帮你预抓出大约你的利润可以有多少 那当然这个还是要扣掉我们后台有一些 所需费啦,交易费啦 甚至于各位真正领到佣金的时候 像台湾的伙伴你还要扣一个二代健保 还有一个10%的税金,对不对 好,所以这些呢你自己就要先算好 那当然我们也是有提供一个一份期付款的地方 那一般来说你在这边设计的话 你只会看到一个2528的一个价格 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跟大家讲一下 你要怎么样可以看到640这个价格 好,所以在网站设计成本 就是售价这一块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先去想好大概你想要放多少的这个金额在上面 那这样子呢我们的专员呢就可以看到这一份资料 好,那再来就是我们的业绩点数放置位置 好,这个部分也是非常的重要 早期的时候我记得我刚来美安的时候 有一些伙伴呢就会突然跑来跟我说 Alice我那个网站呢已经卖出去 但是我点数放错位置我放到我的001 好,那我想没有一个人想要放在自己的001 对不对,你怎么样也是放在自己的001或003嘛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跟大家提醒一下 后来呢我们就改善了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万一万一万一你真的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 没有设定到了漏掉了或疏忽了 那那么呢在网站成交后的24小时之内呢 你会收到公司是由美安公司寄给你的一封信告诉你 好,我们这个网站已经销售成功了 在24小时之内呢你可以去修改这个网站点数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又给大家第二次的一个机会 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修改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特别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先放一个正确的位置 好,那网站卖出去之后你呢 你唯一可以改的是循环点数位置 也就是当初那200点的位置你已经不能改了 好,那你只有循环点数位置可以去改 好,这地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 好 好,再来我们要选择日期跟时间 好,所以你一定要确定你的这个后台的时区 尤其像我们都知道刚启动网络中心的伙伴 第一个页面我们都会请你去设定你的基本资料跟你的时区 那请你要记得设定好是台湾的时区 那各位都知道我们的专员是在美国 在西安,在拉斯维加斯 所以呢,我们在预约销售会团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到这个时间 好,所以只要你有看到空档的时间 你都可以尽量的去做预约,这都没有问题 据我所知我们现在中文的销售会团 应该都已经快要做到可以24小时 我记得好像只有晚上的几个小时是没有 就是我们台湾时间晚上的几个小时是没有开放的 好,所以请大家可以尽量的去选择一个适当的时间 好,那那么当然呢,在这个确认会团的这个第八个步骤呢 我们当然还是要确定我们留的资料是对的 好,最后呢,来跟大家提醒评论栏 好,这个地方呢,非常的重要 好,怎么说呢 各位都是在第一时间会接触到我们的潜在 对不对,然后你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跟进 然后你们也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这些潜在它的需求是什么 那你如何把这些资讯跟资料很完整的收集起来之后 放到我们的会谈里面去 让专员来助你最后的一臂之力呢 你的评论这个地方写的够不够清楚 还有你提供的资料够不够完整 就会是最后的领门一角 我曾经有看过啊 有人在评论上写什么你知道吗 写这位商家老板想要成为伙伴商店 好,我要跟各位说 网络中心的销售不包含推广伙伴商店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记得 伙伴商店他想要了解 请他去参加伙伴商店招商会 千万不要在上面写说 这个老板想要参加伙伴商店 好,我们是针对本身网站的功能跟工具 还有老板对基础上的问题来做解答 我们不针对伙伴商店问题来做解答 所以这部分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注意 那我也有看过有人在评论上面写的非常非常的简略 他写什么?他写说 老板想要做中英文网站请报价 好,这个不是不行 但是这个范围太广了 第一个中英文网站你要做几页 好,那你这个几页的这个内容里面是有多少的东西 那你要专员帮你报价,请问你有一个预设的心理价格吗? 专员可以帮你报9600吗?还是要帮你报96000呢?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具体的内容呢 请大家要尽量去做修正 最好的方式是怎么写呢? 第一个,你可以用12345678910来调列 调列就会很清楚 比方说一,这位老板已经有寄邮网站 网址是什么? 那目前对于寄邮网站他不满意的地方是ABCDE 第二,老板想要了解我们的网站电子商务里面 有没有什么什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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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老板想要知道 就是你要很具体的去写 在这场会谈里面30分钟 他到底想知道什么? 他不会想要知道是伙伴商店怎么加入吧? 这听起来很不合理啊 所以呢,在这个评论栏里面 我希望各位尽可能的去把它整理出来 而且很具体的告诉我们的专员 他想知道什么 那老板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他的困难点在哪边? 为什么他没办法做到这些事情? 等等的 你可以很具体的把它一条条写下来 好,那添加档案这边呢 也跟各位讲可以多多利用 为什么我们不是都会做那个咨询表吗? 跟那个评量表 那那个评量表的资料呢 你就可以把它扫描下来 变成一个档案 然后上传上去 或者是老板手上有哪一些档案 他或是哪一些资料 他想要给我们专员做参考的 你都可以透过添加档案这个功能 把资料上传上去 那我们的专员就会收到这份资料 好 那在最后呢 当然我们就是要同意这个预约这个销售会谈 那这边也要跟各位说 其实销售会谈呢 是来帮助我们结单的 好,所以呢 也在这边要提醒各位 也希望各位帮我把这个资讯 带回到你们的团队里面去 我们千万不要做假的销售会谈 什么叫假的销售会谈呢? 也就是我们自己去约一个销售会谈 请专员帮我介绍这个产品 这是不对的 好,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也要特别的去提醒大家 好,在早期 有一些刚加入的伙伴呢 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知道后来慢慢慢慢 大家都知道说 其实我们要珍惜这些资源 好,所以呢 请大家呢 也务必要让我们的新伙伴去了解 其实我们都可以在销售会谈里面 跟着一些真实的状况 真实的资料 去了解跟去学习 到底要怎么样跟着我们的专员 去把这个案子谈下来 好,所以这边我要特别的再提醒大家 我们千万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好,那当然你完成了这个同意预约的动作呢 这个会谈就已经是完成了 好,那安排数位行销会谈的步骤也是一样的 可是这边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请不要啊 在上面写说 请专员把你现在画面上看到这 1234567 7个产品都讲完 我要跟各位讲 这些都是不同的事情 老板不可能一次买7个产品 他绝对不可能一次买7个产品 所以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先去筛选出来 老板到底比较需要或比较想要知道 什么样的产品内容 好,所以比方说 他想要先着重在Google关键字广告 比方说他想要比较着重在脸书广告 比方说他想要比较着重在社群媒体管理 找一个产品确认他的需求再写上来 那你会发现我们在预约销售行销的产品会谈的时候 我们要写的资料更多包含到老板的网站或是他的社群 他的那个脸书的账号或者是他目前所提供的服务 跟产品的业别等等的 好,所以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要填写资料要更具体更详细 好,那另外呢 就是我希望各位在做这个数位行销会谈的时候呢 可以更清楚的先在前期的跟老板的沟通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可以先了解到底他对于这个数位行销的一个期待值是什么 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老板可能都知道要做网告 可是他不清楚他自己的期待值在哪边 这个是比较需要我们花一点时间去了解的地方 好,那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手机板来预约我们的销售会谈 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那整个会谈结束了 那我们也很就是很成功的把这个单拿下来了 好,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收到佣金呢 原则上我们会在信用卡就是客户缴完钱的之后呢 其实当天那个BV应该就会进来 好,如果你过一两天发现BV没有进来 请你赶快发信到我们的超联手服务部门 跟我们的客服来做联系 好,你不用打到网路中心 你先打到我们的超联手服务部 佣金的问题请联络每样公司 好,那你打到要超联手服务部 然后告诉我们的客服同事说 诶,我在哪一天有完成了一笔销售 可是我还没有看到点数 好,那这时候呢 我们客服人员就可以来帮 协助你来做一个查询 好,那如果说你发现 诶,怎么过两三个礼拜 我佣金还是没有拿到 也不用等 立刻联络我们的超联手服务部的同事 然后呢,我们的同事就会来帮你做查询 为什么佣金还没有播放进来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 跟大家说一下 到了佣金这一块呢 点数这一块有问题 都是跟我们美安公司联络 好 那一样的哦 其实在台湾 因为目前我们有这个价值营业税的问题 所以这边也跟大家讲一下 如果顾客呢 他是用个人的身份 也就是用 我们一般讲的 一般消费者的身份购买的话呢 目前网络中心是会开立电子发票的部分 好,那假设顾客是用公司户的身份购买呢 依照现行台湾的法令规定是由客人自己要去报税 怎么报 填什么资料 请客人去咨询他的夸记师 所以在结账的时候你会发现 在这边会出现第一个画面叫做买方资讯 也就是我们会请客人 先决定他是要用个人的身份购买 还是要用公司户的身份购买 好,那这边呢是来跟大家讲一下一个付款流程之后 我们什么时候派发我们的佣金 就像我刚刚说的网站成交之后 预计是两到三个礼拜之内 你应该可以拿到你的这个佣金 好,那如果说你的点数呢 在当下没有看到或过一两天都没有看到 请你赶快跟我们的超线所服务部门联络 好,那如果客人他是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呢 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交易成立的当下呢 我们就会有播放200点 跟这个每个月管理费的这个点数 可能是5点、30点或35点 好,我们立刻就会播放进去第一个月的 那后面的话呢 就会根据每个月分期的这个数字呢 来播放佣金给你 好,那么在每个月初你会发现 我常常都要发公告来提醒大家 要寄回信用卡付款授权书 那么这一张信用卡付款授权书 在哪里可以下载呢 可以到顾客 好,请顾客到他的后台账单的地方呢 去点选发票号码 那就会出现一张购买收据 请他把这样购买收据呢 印出来之后签名正本寄回公司给我 那副本呢 他自己可以留一份 这个要做什么用呢 其实这个就是要跟客人确定 你有买了这个产品 你是有哪张信用卡刷的 万一之后客人有退单的情况呢 各位才不会去缴交这个所谓的 我们讲的这个取消付款的这个罚金 大概是台币960块 被罚过的人就知道 你客人如果退了一笔就罚一笔 退两笔就罚两笔 我最多曾经收到罚五笔的 好,所以这种冤枉钱呢 请各位真的就不要付了 在系统 你完成了这个交易跟购买之后呢 请客人记得一定要签回 这张信用卡付款授权书 你交回公司我就会协助大家送回我们的网络中心这边 好 好 那到这边呢 其实我觉得都是一些很基本的操作 但其实这些基本的操作呢 都是在维护各位的这个权益 也是在维护我们销售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希望各位呢 可以透过今天的课程呢 来重新的去检讨 我们自己在预约销售会谈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做的不够的 或是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需要可以加强的 甚至于我们可以跟专员来做更多的这个沟通跟协调的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邀请我们今天非常特别的来宾呢 是Crystal 那么各位可能如果有跟他接触过就会知道 他目前是我们这个客服的经理 好 客服的经理 那Crystal你在线上吗 我在 嘿 哈喽 你好 谢谢你今天过来 对 好 那刚刚啊 我有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刚好在讲预约销售会谈 那前面我跟大家强调了一些 销售会谈要注意的一些事情啦 或者是要怎么样去跟专员做一个比较好的 搭配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补充 或是你可以再分享给我们线上的经销商 让他们知道说其实每一次的销售会谈 如果我们要提高一个成交的几率的话 我们可怎么样可以透过我们专员的这个协助 来达成这个成交 提高成交率的这个部分 其实做会谈最主要的还是要提前跟我们的销售人员做沟通 那如果你有提前跟我们的销售人员做沟通 他就会更了解你跟客户的需求 那更了解需求客户需求的时候 他才会更精确的帮客户强调他需要的部分 那么他对这个网站的一个了解程度才会更高 这个沟通才是最重要 Kristo那我知道其实我们先前有协商过 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专员应该是可以在会谈的前一天 就跟我们的经销商联络对不对 对 如果客户当天预约会谈的话呢 我们都会提前一点点播给经销商 然后跟他先确认一下报价的这些细节的部分 那如果有客户需求的话 我们也可以再提前一点 因为有些经销商可能跟客户约的时间 可能都是在当天 那当然我是建议要提前一点点 最好是提前一天来约 这样的话我们的销售会知道 这个客户他可能会有更多的功课去做 那如果是当天做的话 他做功课的时间就变少 OK好 所以这边也跟大家讲 我们先前已经有跟网络中心 这边有达成一个特别的服务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请销售专员提早一天打给我们 各位知道其实当你会谈预约好了之后 大概你就会先 你大概过一天或两天 你就会先知道你的专员是哪位 好 那你当初在约会谈的时候 请你就可以在下面评论栏的地方 告诉我们的专员 请他哪一天 几点钟打给你 因为呢 你不要说现在 比方说你现在早上九点约会谈 早上九点完成了这个会谈的预约 然后你就跟专员说轻一点 11点打给我 好 可能到11点我们都还没有分配好专员 所以请不要压那么急的时间 那就是刚刚像刚Crystal讲的 你可以提早个一两天预约 甚至是两三天预约 给你自己也给专员 然后给老板一些准备的时间 不要约的太紧 好 那Crystal我们想 今天邀请你来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 其实我知道你目前都是负责我们中文的设计中心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过去有很多伙伴会一直要求说 他们想要看一下最近设计中心的作品啊 或者是说到底我们跟设计中心在合作的时候 应该要注意哪些事情 因为其实也有些伙伴会遇到一些状况 就是老板可能什么事都不想做 什么事也不愿意做 然后我们的经销商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去帮老板 整理资料啦 统整东西啦 甚至于去帮他填很多设计精灵的东西 所以接下来我想请你又花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我们真的要运作设计中心这一块 应该要怎么样做一个协助的角色也好 或是做一个协助老板去运作的角色也好 应该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我先把画面切到你桌面 好 谢谢 那今天我们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设计中心的一个流程 以及经销商需要协助我们做些什么 那么很多经销商都知道 我们设计中心的价格 其实是跟网站其实是分开的 但是你在销售网站的时候 其实可以选择让客户分开购买 或者是跟您的网站合在一起购买的 那么如果您是要合在一起购买的话 其实我们有这样一个网站叫做 Mawcpackage.com这样一个网站 那这个是只有经销商才会得到的一个网站 那客户他是不知道的 所以当您进来这个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有几个建议售价 那我们之前的大会应该也有跟大家分享过这个网站 那他建议售价呢 有分四个 那这四个建议售价呢 分别是跟我们这个设计套装 其实是有一点点关联的 那么像是这个最初版的 这个叫做互动版 那这互动版的报价呢 我们下面有一个建议售价是47968 那也就是说它是有包含我们最基本的一个定制型的版型设计 那么上面这些还有其他的 关于其他的套餐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 那么在设计这一块的话 我们就是有包含最基本的这一款设计 那下面还有其他的也包含在里面 那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么另外呢 就是互动加豪华跟全明星三个版本 那分别是有包含我们的 嗯 定制版型套装 然后以及 我们的基本版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是高级版 那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 那互动版我们加的只是一个页面的设计 互动加呢我们只有五个页面 那豪华的话呢是十个页面 全明星呢就是十个页面 以及电子商我们可以帮他做五十个产品的上架 那这个就是我们设计上面有不同的 有所不同的地方 那有些客户想说 那我不要设计我想要自己做 或者是在他购买网站之后 他又后悔说 哎算了还是请设计中心帮我们做设计好了 那这时候他网站已经购买了 那么他的设计就要分开来买 那如果分开来购买的话呢 我们的价格可以通过他购买后的网站 然后里面的设计中心 这边查看到他的设计中心的价格 那设计中心的价格也是通过这里 可以看到有四个套装 那这四个套装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价格 他已经是含水的 那有些客户他用的是 就是公司有筒编的 那这时候他看到价格会稍微比 现在看到价格会比5% 那五个套装的价格分别是这样子 那当然客户也可以选择说 我不知道这四个套装分别是什么怎么办 大家可以点击后面的更多资讯 我们的网站会带他来到这个画面 那这个就是我们设计中心里面的所有细节 包含他手的套装啊 然后范例啊 然后价格啊等等 还有一些常见问题 全部都会出现在这里 那只要从我们后台 就可以连到这个页面来 那很多客户说 那你们这个套装里面 你们这个网站里面看到的时候的范例 都是很旧的 那怎么办 那没有关系 等一下我可以给金花商展示一下 那我们最近 就是今年我们所设计的某一些网站 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都还是蛮漂亮的 那在展示范例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设计中心是怎么样去运作的 因为如果您不知道怎么样去运作 有没有办法去帮助到客户 那首先在客户购买网站 或是网络设计中心之后呢 那客户需要提供给我们两样东西 那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设计统一书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他的设计精灵 那么在我们设计中心购买之后 在设计中心这个画面 同样是在网站的后台 当客户点击网站 然后设计中心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他在购买后 我们出现的将不是您看到这个画面 他是购买后的画面 他会看到 他需要一个同一书的下载 那通过那个画面 可以去下载他的同一书 那同一书里面 需要客户去填写他的个人资讯 像是客户的姓名 email 电话 他的网站名称 然后以及最下面他的签名跟日记 那全部填好之后呢 回传给设计中心 那当然在我们设计中心的画面 也可以看到我们设计中心的email 直接回传到我们的email就好 回传好同一书之后呢 他还需要提供给我们他的设计精灵 什么是设计精灵 是我们后台需要客户去填写的一份客户资料 因为他在刚刚购买网站之后呢 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那也不知道要帮他设计出什么样的网站 才是他喜欢的 那设计中心的设计精灵的出现呢 就是为了让他来告诉设计中心 客户需要什么样的网站 那里面会问他他的公司资讯 例如他的网站是做什么的 那他的 针对的客户有哪些 那么他喜欢的网站是什么 然后他 然后基本资讯之后 他将会需要上传给我们他公司的logo 如果他没有的话 我们也有提供logo设计 那还有他公司的文案图片 那如果有很多图片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很好的设计 因为他如果什么都不给我们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知道他想要什么 他的网站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 就是模式 那他网站的主色料是什么 我们这些都不会知道 因为他刚开启的一个网站是完全空白的 所以我们需要他提供我们很多的 他的公司讯息 才能让我们知道他想要什么样子的网站 甚至有些客户 他可能会跟我们说 他已经有设计了 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那没有关系 他的网站的样式的手稿 或是设计图 全部都可以上传给我们 那这样的话 让我们可以更了解他需要的网站是什么样子 或是他喜欢的网站是什么样子 那很多客户会说 那你们设计中心做一个网站要多久 那这个网站 因为客户他买的页数不同 或是他的修改的次数的不同 都会直接导致他网站要多久才能设计好 那当然在他提供了同一书 以及设计经营之后呢 设计中心需要十个工作日内 完成他的概念设计图 那什么是概念设计图 就是他网站的首页 那这个首页通常呢 是在通常我们在一个星期之内 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那保守来讲的话 我们一定是十个工作日内 那十个工作日也就是两周的时间 我们一定会给他这个概念设计图 那一定是在他同一书 以及设计经营全部提交给我们之后来计算的 那么在概念设计图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及时通知他 那如果他需要修改的话 我们同样会告诉他 我们需要十个工作日的时间 来做网站的修改 任何修改都是以十个工作日来计算的 那如果客户说第一个版本我就很喜欢 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节省十个工作日 那他网站上线的时间就会变得缩短 那如果他想要更改的次数变多的话 那我们的时间就会慢慢拉长 那当然我们都会以最快的时间 帮他去完成他的修改 那么概念设计图 我们是可以修改两次的 那我们只有一次的大修改的机会 那也就是说第一版概念设计图 他如果完全不喜欢的话 我们可以帮他制作一个 全新的第二版设计 那如果第二版设计 他还是不喜欢的话 其实这种几率并没有很大 因为在他第一版设计不满意之后 我们其实会跟他做一个 很详细的沟通 那第二版设计 其实我们的客户都是会很满意的 那当然如果他很不满意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他做一些调整 这都是OK的 那么在他核准了概念设计图之后 我们来进行最终设计 那当然有些客户他买的是一个页面的设计 当然就会变得很快 那如果他买了十个页面的设计 那他这个时候一定要告诉我们 他十个页面分别要做什么 然后里面分别要放哪些文案或图片 这些都是需要客户来提供给我们的 那如果他这些都没有提供的话 我们就要等待他提供给我们的资讯的时间 这样也无形的延长了他网站上线的时间 那有些客户说 那怎么办 我这个月好像十号买的网站 那我下个月可能月头就要上线了 那当然我们会尽量帮您在这个时间内完成 那如果您的修改次数变多的话 这个就可能就没有办法 因为他一次不满意 两次不满意 那我们就要帮他修改很多次 那这样的话无形就会延长他的这个网站上线时间 那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他 一次告诉我们所有要修改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压缩到最短 那很多客户说 为什么我找你人都不在 那其实这样的 因为我们设计中心并不是24小时的服务 我们是只有周一到周五的找八道玩物 才有工作人员在的 那如果他想要找设计的话 一定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内 那只有客服才是24小时的 那么在网站完成全部都做好之后 那网站就会归还给客户 但是有些客户就会想说 那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自己来 当中还可以自己去编辑呢 那是不可以的 那设计中心在设计网站的过程中呢 是会将他的网站做一个上锁 那锁住之后他的网站只可以进去后台 查看他的像帐单啊 个人资讯等等这些基本信息 那网站的编辑以及电子商务 全是会被锁起来的 那如果他想要做上架啊 或者想自行编辑啊 这些都只有在网站设计结束之后 网站全部归款给客户之后 他才可以再进行的 所以如果他想要上架产品的话 最好是在概念设计图 比如说第一版的首页设计图 核准之前 他可以去做上架 或是编辑产品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在核准概念设计图 等待我们完成网站的这个过程 就是会再上锁 因为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 如果客户再进行编辑的话 就会把我们的设计覆盖掉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 时间设计的延长 所以我们会把网站后台锁起来 所以这点需要客户可以理解 那有的时候可能经销商需要帮我们去跟客户解释一下 因为有时候客户会 很奇怪 为什么我们会把它锁起来 下面呢 我来跟大家看一下 我们近期帮客户做了一个网站设计 那我这边整理了一些 我们做的概念设计图 那这个概念设计图都是今年2020年制作的 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那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每一个网站都是来自不同行业的 所以我们都会针对不同的客户 来给他们做一个一对一的设计 所以每一个设计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有些客户说 那可不可以帮我们找一下这个旅游行业的 或者是帮我们找一下卖零食的 其实是蛮难去整理的 因为每一个客户他所卖的产品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来快速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一个这些网站我们曾经设计过的 这是一个卖家私 做设计就是室内设计的 然后这是一个像是佛教的网站 然后这个是卖手工饼干 咖啡 然后拉面 然后这个是有点像 居家用品 然后以及家私 然后这个是一个农场 然后这个是 应该是蔬菜及肉类的 然后一个健身房 宝宝的手工棗 那个Crystal我来帮 我来帮大家问一个问题好了 像这一些范本啊 我想有时候其实我们在做销售会谈的时候 顾客可能也会想要看 因为可能他有考虑说 是不是让我们做设计 那像这些设计范本 我们有可能在会谈的时候 请我们的销售 帮我们找几个范例借客人看一下吗 其实这些范本 只有设计中心才有 我可以跟公司申请看看 可不可以把这些范本 给我们的销售 如果同意的话 我可以把这些发给他们 好 那这部分再麻烦你 再帮我们跟网络序星 这边确认一下 因为我想有一些顾客 应该在销售会谈的过程当中 可能他们也想要看看 我们到底有做过哪些作品 然后有帮哪些顾客 做过网站 我想因为全球的顾客很多了 我们应该都帮很多顾客 做过网站 对对对 没错 其实因为设计过的网站还蛮多 因为每一年都有新的客户来 然后每个 每次都有新的设计 因为根据时间的不同 其实设计的更新一直在更替 那每一年都会有新的版型 因为有你的网站可以看得出 你的网站是大概什么时候设计的 当然几年前的设计跟现在都会有很多的不同 没错 那我会跟公司申请看看 可不可以 可以 好 好 更新一下 新的版型能不能 直接在销售上面站 嗯 好 货台上面站 谢谢 好 那这边既然 Crystal有跟大家提到版型的事情 我想我们在开试用网站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已经可以挑版型 目前我们内建的版型 大概有十几种嘛 我记得 对 呃 这些都是我们响应式的设计版型 那呃 大家都知道响应式现在有多重要 对 呃 已经 基本上没有客户在用那种绕式的设计了 对 所以 嗯 对 所以响应式的话 像是很多客户都在用手机来浏览网站 然后也购买产品 所以响应式就会帮助您的网站 手机用户以及呃就是呃 电脑用户的呃一个随意变换性 是比较强一点 OK 那 嗯 好 那呃 Crystal我们还有其他的样板要分享吗 因为呃 这边有几个问题 可能我们接下来请你帮忙回答 应该 嗯 其实还蛮多的 因为这边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就简单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每一个网站的设计都是独一无二的 是 所以只是让大家知道说 嗯 很难去跟大家解释说这个网站我们会做成什么样子 因为都是一对一的 嗯 所以一定会做出一个算属于他公司自己的一个设计 是 好 那呃 今天很开心啊 邀请Crystal来跟我们分享这些细节 因为我想呃 在线上的伙伴你们都是有经验的销售呃 销售的这个 经营者 好 那我觉得其实在销售过程当中一个案子能够成功呃 很多面向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其实都要去照顾到 那这些事情都做好了才有可能提高我们销售的成功率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Crystal来跟大家分享设计中心这边 我们可以帮客户做到什么 那我们的作品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那以及就是你可以在哪些地方找到这一些资讯 那刚刚Crystal有提到一个很很重要的网站 那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Crystal我先切回来我的画面 好的 好 各位可以刚刚可以看到说 诶我到底要去哪里找那个设计中心的网站 对不对 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MAwebcenters这一个 好 这个网站呢 请你把它交到我的最爱里面 好 那当然你要使用的时候就很好用 除了刚刚那个套装网站那个部分 千万不要提供给客人看 因为上面有一些价格的设定 但是这个现在各位看到这个网站是可以的 绝对没有问题 它本来就是给顾客用的 那像顾客如果问我们说 我们可以做多语言吗 可以啊 因为这边就有多国语言 好所以呢 比方说我们来到中文这个页面 那到网站设计这里 好 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连结 就可以连到我们设计中心的 专门的专属的网站 就是刚刚Crystal展示给大家看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一样有多国语言 所以如果你是新加坡的伙伴 你习惯看英文 那这边有英文 好 那这边呢 我们就有这些所谓设计套装的文件啊 跟一些单点的选项 那文件的部分就是刚刚Crystal跟大家提到的 我们要先签回一个设计同意书 好那有很多老板会说 啊同意书在哪里 这什么我找不到 在这边 好各位就可以找到 甚至我们这边有个设计中心的总览 你也可以提供这份总览资料 给老板 让他知道说 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可能他需要配合的事情有哪些 他要注意到的事情是哪些 好 这个地方 这都是很好的工具哦 这边跟大家提醒 我们都可以拿来做使用 好那这边就有个样本网站 好这边有个样本网站 那样本网站这边呢 就可以 呃会有一些 我们时不时就会更新一些新的版型上去 好那如果说像刚刚 呃我们在讨论的 比方说有些老板 他就是非常在意他的设计 或是他非常在意说 哎我们到底有没有做过 他那个类别的 比方说他卖珠宝好了 或是他卖首饰 他非常在意他画面的一个呈现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 呃跟我们的这个专员问一下说 哎老板可能想看一些翻例 可以先帮我们准备吗 好那当然可能我们的专员 他就可以先去 帮我们收集这些资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 像这个地方呢 就有一些呃样板可以看 那我跟大家讲 是像刚刚Crystal跟大家说的 这些都只是样板 老板要做错了 网站不一定会讲这样 好那只是让老板 知道说哎我们有帮哪一些做过 那假设说他真的很喜欢这个网站 然后他也很喜欢这个样式 那也许你也可以跟老板说 那可以啊 我们可以用这个样式 帮你换图换字换样貌 你就可以讲这个样子 好所以这个都是呢 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善加利用的一些工具 那这个地方其实也是尽可能的去提高我们跟老板之间的一个信赖感跟信任度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其实上周的课程我跟大家讲过我们卖的不是规格跟价格 我们卖的是一个解决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好所以这边你都可以提供这些资讯给我们老板做参考 好那我们今天课程时间有一点长了 是因为就是我们做了很多后段的这些分享 那希望各位接下的这个业务有所帮助 那在课程结束之前呢也提醒一下大家 我刚刚有在我们的这个讲义区里面 我有丢了两份资料进来 各位可能有看到 那请你把它下载下来 这个呢是我们接下来30天内要用的资料 我们接下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对不对 所以最后这30天各位要不要赶快冲刺 好这个礼拜上礼拜大家都有看到我们表扬了4月份的优秀伙伴 好5月份一定要结束了 你要不要来争取一下5月份最佳的这个伙伴呢 好所以各位可以用这30天的这个表格呢 来追踪你自己的一个进度 好那来分享告诉我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想要做到什么样的这个成果 我们只剩下最后4个礼拜的时间 请各位呢多多加油跟努力 好那我们的课程就在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 我们下礼拜三晚上7点钟再见咯拜拜